第1回合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 《進擊的巨人》 上次的影片我盤點過前五名死的最悲慘的人物 於是我又突發奇想 想到另一種類型的盤點 其實我發現在巨人裡 除了人類的死法有很多種以外 就連純潔巨人的死法也是千奇百怪 除了大家最常見到的被美工刀切掉後勤砍死外 其他的還有被一拳打死的、自己摔死的 甚至是被砲擊打死的各種層出不窮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都知道我今天要講解什麼了 沒錯今天就是要盤點前五名死的最悲慘的純潔巨人 這隻巨人出場於巨人第一季第七集 一連傻笑的樣子就十分的好認 由於當時米卡莎以為愛連已經葬身於巨人腹中 因此那時的他已經心如死灰、毫無任何戰鬥意志 而這隻傻笑巨人本來是想趁著米卡莎失憶的時候 趁機直接將他給吃掉的 誰知道這隻剛變成巨人的愛連出現在了米卡莎身旁 他看到這隻傻笑巨人二話不說就一個拳頭直接過去 不得不說這一拳的打擊感真的特別有感覺 所以這隻巨人在倒下了之後更直接遭到了愛連的暴力踩踏 被他硬生生的將頭部給踩爛十分的殘酷 漫畫裡甚至看到他的頭部被踩斷的樣子 清楚的告訴了我們 招了他的老婆就會變成這個可怕的下場 第四名 達爾文巨人 達爾文巨人醒目的長相大家一定比較不會忘記 他原本是艾爾蒂亞副全派的成員 後來因傑克揭露副全派的蹤跡 而導致他也被馬雷一同給送往帕拉提島上 所以他被馬雷變成了純潔巨人 並在島上徘徊數年之久 直到超大型巨人踢破托洛斯特區大門的耐克 讓他得以進入到牆內 並且遇到了阿爾敏和艾連 達爾文巨人原本是想吃掉阿爾敏的 但艾連卻主動捨身拯救阿爾敏讓自己被達爾文給吃掉 但誰知道達爾文巨人吃掉的艾連是九大巨人繼承者 艾連憑藉著想要驅逐巨人的意志 直接在達爾文的體內變成了晉級的巨人 巨大的身軀直接撐破達爾文的身體 宛如破檢而出一般 達爾文巨人的死法在巨人裡可謂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不過最讓我覺得他淒慘的原因 就是如果他當初在吃艾連時有稍微咀嚼一下的話 那今天的主角就將會是他了 或者不說真的替他感到非常可惜 所以大家吃東西時一定要矽膠蔓延 第三名 羅德巨人 羅德巨人我說他是本劇中最噁心的巨人也不為過 他超級巨大的體型和內戰外漏的模樣 讓許多觀眾感到非常生理不適 在奧爾福德區一戰中 調查兵團在與艾連的配合下 他們成功將大量的炸藥丟進了羅德巨人的嘴裡 隨後一陣巨大的爆炸 將羅德巨人的整個身區給炸得四分五裂 無數的肉塊飛散至四周 而羅德巨人位於後頸部位的肉塊 在這之後更遭到了希斯特里亞的補刀 作為一個純絕巨人來說 羅德可川是死得非常的悲慘了 不只巨人的身區被炸得稀碎 甚至還被親生的女兒殺死 不過這一切也是他的咎由自取罷了 畢竟希斯特里亞能有這麼痛苦的一生 羅德絕對是罪魁禍首 此番死亡恰好也算是替自己的惡行贖罪 第二名 吃媽劇 吃媽劇作為一個純潔巨人來說 他的形象特別的鮮明 無非就是因為他害人的長相 以及他吃掉愛連媽媽和漢尼斯的行為令人印象深刻 雖說在觀眾眼裡他是一個人血無情的吃人怪物 但當我們在知道吃媽劇的身份就是吉克母親戴娜後 真的不免感到有些心酸 雖說戴娜作為吉克的母親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 但他的一生也可謂是非常的坎坷 從他誕生以來作為王族的那一刻 就注定逃不過悲慘的一生 在愛連奪回戰中吃媽劇在與愛連接觸時 意外讓他觸發了坐標之力 驅動純絕巨人攻擊自己 最終吃媽劇遭到了大量純絕巨人的分屍 愛連也如願抱了仇 雖然戴娜死得相當的淒慘 不過某方面來說 他也算是脫離了這種行屍走路的痛苦 畢竟對於愛爾迪亞人來說 變成純絕巨人 那可是比死亡更加痛苦的事情 第一名 紅眼奇心種 說到死得最淒慘的純絕巨人 那絕對非這隻莫屬 紅眼奇心種出現於動畫範圍篇無悔的選擇中 他是一隻非常強大的純絕巨人 僅僅憑他一隻而已 就將調查兵團的一個小隊給殲滅殆盡 包括兵長的兩個地下界的自有 都蠶食在他的手上 但惹到了兵長的代價自然很可怕 這隻奇心種隨後便遭到了暴怒的兵長 以迅雷不及眼耳的攻擊方式給大協八塊 一時之間血霧瀰漫 奇心種根本來不及意識到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每個部位都被扎實的切割開來 甚至連頭部也被兵長硬生生的給摘了下來 最終兵長以一技帥氣的補刀 解聚了這隻奇心種 而這隻奇心種也成為了全聚中 死得最淒慘的純絕巨人 只能說真的是暴怒不爽 摟到兵長下場就是這麼慘 不得不說看兵長這種暴虐的砍巨人方式 真的超級爽快 這個其實在證據中的兵長比較簡單俐落 所以他根本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方式來砍殺純絕巨人 那麼以上就是前五名死得最淒慘的純絕巨人 如果你們有覺得哪一隻純絕巨人也死得很慘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閉嘴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